茶与禅宗的结合最初可能是僧侣们借助茶提神醒脑 但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 茶艺的成熟和普及 佛门茶室开始兴盛 佛教寺庙大多居于明山大川 而茶之上品也往往禅于此 这又在客观条件上增加了禅与茶结合的条件 于是自隋唐以来 茶宴便成为佛教寺院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茶禅一味便由此而出 那么一杯清茶到底有什么样的禅机呢 品味人生哲理 感悟 禅的智慧 大家好 我是吴元生 今天我们继续说禅 今天我要讲的是茶禅一味 宋代的原物大师讲的 它主要表现在茶的品味 茶的寿命 茶的心情 茶的境界 茶的禅机等几个方面 那么下面我就具体地来讲一讲 第一 茶的品味 那么大家先从字形上来看 茶这个字的上面是一个草字头 它的底部呢 是一个木字 中间是个人字 所以呢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解读啊 那么茶 它就是草木之中有依人 那么我们想想看 人在草木之中代表着 人在大自然之中 草木就是大自然 那么人在大自然的里面呢 那么是非常非常 非常淳朴的一种状况 这时候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本性 那么这一种状况也是禅学所追求的 处在清净的本源状况中的人 那么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人非有品不能咸啊 你得有品味 那么你才能够咸下来 你才能够欣赏这个茶馋的味道 因为只有你从这个浑浑噩噩 忙忙碌碌 盈盈勾勾的世俗社会 来到大自然的里面 放下身心 放下妄想 放下杂念 你才能够获得精神的提纯 心灵的栖息 所以对这个问题呢 古人有非常精辟的描写 那么唐代的白鞠 他有一首《过天门街》 雪尽东南 又一春呢 摇陵翠色对红尘 千车万马 九渠上 回首看山 无一人 那么天门街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今天的西安 西安在唐代是首都 那么这个天门街是一个 非常非常繁华的街道 白鞠的这首诗 纯金碑雕刻成一个诗牌 放在西安是最繁华的东大街上 那么雪尽东南 又一春 摇陵翠色对红尘 大雪化了 钟南山又换法了 勃勃生机 那么钟南山在西安市南边 大约三四十公里的地方 化雪之后视线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 郁郁苍苍 清脆扑面 那么摇陵翠色对红尘 这个陵是爱的意思 中文字幕团队